那这个接下来就是 介绍那个Embedding Learning 然后这个又有人叫做Metri-based Learning 然后这个Embedding Learning 他这边主要是要学什么 他就是说主要是要学那个投影 那怎么说呢 比如说以这个测试影像 他经过这个投影韩式 他能得在向量空间得到一个点 得到一个向量点 然后这个Training Data 他经过这个Embedding Function 这个比如说是G 然后他也是能在向量空间得到一个点 然后这边狗也是能得到一个点 那他要学的东西是什么呢 他就是去学的过程中 他希望这彼此之间的相似度 同类别的之间的这个相似度 比如说猫跟猫的距离要越近越好 然后猫跟狗的相似度要越远越好 大概就像这样 他主要要学的就是这样 那他这个要怎么来做这件事呢 那这边就是 他这方面的论文还蛮多的 看起来起码有一二十篇 那有兴趣的话各位都可以再去看一下论文 然后这边都是属于 属于Embedding Learning的范畴 那为什么用Embedding呢 Embedding 他就是要学的一个影像的Embedding Embedding一个向量 像这个啊 这个就是学的一个 这个最后就是一个Embedding一个向量 对对对对 对对对 转成一个向量 对对对 对对对 全部清楚 就像Wattu Beta里面 Wattu Beta它也是把文字转成向量 这边是把文字转成另外一个向量 那它可以皮肚进去 可以把 对对对对 像Wattu Beta最近的 english就是有那个 郭王跟王后的例子 还有男生女生的例子 他可以到达 去算加减成罪 那加减粉 这是2015年的一篇录 相信很多人可能有听过这篇录 三面是Neural Network 然后他这边 我们先介绍 怎么去辨识这张影像是什么 这个对人来说相当简单 对机器学习来说他要怎么做 以传统方式supervised learning 他就说你怎么知道 这张影像是什么 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训练一个 比如说训练一个CNN 然后他的类别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训练三个类别 狗猫篮球 然后训练狗猫篮球 那我们这张影像进来 影像进来我就发现 这个第三类 这个名称叫篮球的分数是最高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这张影像叫做篮球 supervised learning是这样做 那在one shot learning 这边要怎么做呢 他通常这张影像进来 然后我给他什么 我给他三张影像 然后你直接告诉我 他跟哪一张最相近 那直接去做比较的话 那就可以得到说 他跟这张影像是最相近的 然后这张影像叫做名称 这张影像叫做篮球 所以他就可以知道说 这张影像就叫篮球 这个就是one shot learning的方式 那以这篇录影的话要怎么做呢 然后他的网路架构是长这样 长这样 那比如说这个 他影像必须输入两张影像 那影像输入进来呢 他经过这个CNN 他就会得到中间这个 embedding 然后有比如说他得到各自的H1跟H2 然后他把H1跟H2去做相减呢 然后接下来才去算两张影像的相似度 那所以他训练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怎样 要有一堆pair的影像 要有一堆pair的影像 那比如说足球跟足球 他同类的话 他就是为1 然后足球跟鳄鱼不一样 他就输出为0 然后大象跟大象的话 输出值就为1 然后他就学这种大量的pair的影像 同一个类别他就训练为1 然后不同类别的就输出为0 然后学了之后呢 他就是最后能学习到说 你到时候测试的时候就给两张影像 他就能靠最后的这个输出值 是接近1还接近0 来决定说 他们两个是不是属于同一个类别 你看这个网络架构 他这边只是直接相减 相减曲绝对值 你说这边吗 然后这个相减曲绝对值之后 他就是丢到这边来学习几率值 相似的几率值 比如说是1或0 那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下一篇录音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内容 可以帮我按赞订阅 以及打开小铃铛 或者在下面资讯栏留言 或问问题 非常谢谢 请不吝点赞订阅